老美的五星上将麦卡瑟除了会在打仗的时候吹牛皮之外 二战结束后进驻日本的 嘴皮子光复也十分了得 这货在会晤日本御人天皇的时候 竟然直接问道 日本既然已经战败 为什么你没有选择跑夫子山呢 天皇听完脸都绿了 直直屋半天都无法直接回答 最后只能虚伪的敷衍了事 老麦可不仅在日本全国上下 肆意的蛊惑人民群众 甚至为了销售面条 不惜把吃白米饭说成死罪 关键人家小日本还信以为真了 天天把老麦可当上帝一样供着 最离谱的是 老麦可在离开日本时 前来送别的日本民众高达百万 嘴里都疯狂的嘶吼着 打冤睡 哭声喊声混沉一片 场面一度十分的壮观呢 真就是小母牛坐飞机 牛上铁了 1945年二战结束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但老美对于小日本来恨呢 可是从未削减过的 自日本鬼子策划了偷袭珍珠港之后 老美的航母飞机就跟打了鸡血一样 一个劲的把日本联合舰队往死里怼 那模样还真是老奶奶涂口红 准备给他点颜色巧巧 虽然老美的跳岛战术 在战斗中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但在瓜岛以及硫磺岛战役里 美军才算是真真切切体验了一把日本的武士道精神 压得这帮小鬼子是真不怕死啊 几十万没有后勤补给 资源短缺的日本残兵败将 老美没抓到几个俘虏不说 自己还被搞得大出血 士兵伤亡数量与日俱增 一身桀骜不驯的老美能受这委屈吗 反手就请日本吃了两颗大蘑菇 小日本这边可能是吃蘑菇吃椰柱了 天皇都准备举手投降了 手底下那帮军官一个个的还不服气 嚷嚷着什么一意欲罪了 该说不说这群孙子变脸的速度比翻书还快 随着投降书一千字 他们马上跟换了一个人似的 成了驻日美军的好朋友 管理人民镇压反抗的极限分 当年有一种流行的说法 说老美其实不想让日本这么早投降 而是想找借口再为鬼子吃几个蘑菇 先噎死一半再说 但小日本这帮人的态度 简直是上了高速的王把 转变太快了 当初日军高官最首要的任务 就是服务老美大哥到极致啊 别说叫嚷反抗 就连大气也不敢喘一口 能够顺利投降 已经成了当年日本的奋斗目标了 这段时间入住日本的美国大兵 是非常幸福的 只要拿出粮食 就会有漂亮的日本女人蜂拥而来 那场面真是和尚挖墙洞 妙偷了 甚至有时候美国大兵都想要自抽嘴巴 就为了提醒自己不是在做梦啊 尽管很多的日本高层 都信誓旦旦的向老百姓表示 打日本帝国一定会 战斗到底不怕牺牲 绝不战败 绝不投降 绝不勾钱投身 1945年日本投降的时候 居然还有700多万的军队 而且绝大部分手里都有枪有炮 日本高层就怕强硬派啊 先斩后奏再来个神分特工啊 或者已经被洗脑的日本民众 抱着炸药包 往美军军车轱辱底下钻呢 但事实上 那些强硬派连煮熟的鸭子都不如啊 美国大兵一来就立马变样了 要多乖巧有多乖巧 一看自己奉弱神秘的高官们 转变这么快 日军整个都崩溃了 好家伙 你这边连技术足穿的吧 原来我们被你们当猴子耍了 可那时候的老美 纯纯属于是80岁的老处女 准备抗日到底了 为了避免日本在战后恢复中 重新崛起 决定只让日本的发展水平 停留在二战之前就可以了 不仅在各个方面加大了限制力度 更是拆了日本当时很多先进的工业机器 为的就是防止日本军工实力 多年后死灰复燃 甚至还规定 日本人以后的生活水平 不得超过其他被侵略的国家 所以战后的日本 基本成了使克朗喷香水不值一提啊 这个时候老麦克就登场了 在临行前呢 身旁的同僚们都告诫他 这一群就不好回来了呀 小日本拿帮除神可不动人心啊 别再把你有了 与此同时 戴英掌门人邱简儿却在后头疯狂点赞 这老头子坏得很 将老麦克的这次行动宣称为 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冒险行动 老麦克一听 嘿嘿 臭老头什么支持我 肯定不让你失望 于是屁颠屁颠的就坐上了飞机 而老美政府派给他的任务 就是把日本打造成美国在亚洲的傀儡 虽然率领了数十万的军队来到日本 但老麦克心里不免有些发愁啊 从来不穿作战服 不拿枪的他 破天荒的在那天憋了一把枪 结果到了日本一看 老麦克就觉得这个国家快玩完了 因为当时他住进了东京最好的酒店 但是那个店里 竟然连一道像样的菜都做不出来 甚至连一个鸡蛋都找不到 虽说在道路上各个商店还开着门 但里面基本啥东西都没有 属于是五大郎麦寂寞强行营业了 老麦克看着日本人都快要活不下去了 就算是他要在这里建立傀儡政权 不得先把这些人喂饱啊 在高人的指点下 老麦克首先就起草了一份 关于日本国民基本权利 以及确保男女平等原则的宪法草案 这一草案保障了底层贫困人民的生活 和广大妇女的人权 让老麦克成功收获了第一批的粉丝 当时的不少日本副局都把他当成偶像 纷纷写信表示想要为他生孩子 同时他还下令带着日本民众种粮食 进行了大批面粉和大米的粮食资助 全员恶人的日本平民 顿时把老麦克吹上了天了 当上帝一样供着 堂堂一个二战名将 却在战争结束后 跑到这里教一个战败国如何种粮食 说出来他自己都觉得是大写的离谱呀 再加上上世纪五十年代 美国国内农产品生产严重过山 粮食多到连狗吃面包都觉得腻呀 而日本恰巧又处于战后恢复的状态 因此将这些过剩的粮食给日本运过去 既不浪费也能够让日本人感恩戴德呀 但唯一不同的是 美国国内最多的是小麦和大豆 而日本人喜欢吃大米饭 老美运来再多 日本人不吃也是件麻烦事啊 所以老美为了能够让这些生产的粮食 可以很好的销售出去 便开始让那些日本有权威的学者 营养师等等 大肆宣传吃大豆和小麦 可以易受延年对身体好 甚至还离谱的说 多吃大米会致癌 小日本一听 嘿 原来二战打不过的是因为大米吃多了呀 大哥都帮他们帮到这个份上了 说出这样的话 可信度肯定也不低呀 再加上老麦克让那些学者们 一直给日本民众洗脑 到最后日本人连大米都不吃了 开始吃各种面食和豆制品 老美的这波操作 属实是老奶奶爬楼梯不服不行啊 不过老麦克接下来做的一件事 才算是真正捏住了日本人的命脉 在日本待了几天后 老麦克太上皇的日子已经爽麻了 平日里除了听日本那帮马屁精扯淡 就剩跟日本一击谈理想了 不过他也不是啥正事都没干呢 他通过总结发现 日本确实是个奇葩的民族 天皇说要打仗 全民就跟风力一样往死里冲啊 天皇说我们投降 全民又跟断了电一样的立刻俯首称臣 而且在他整个占领日本期间 居然没有发生过一次反抗事件 真可惜了那把藏在身上的小手枪 老麦克还讲过一个笑话 说如果我给日本人一盒药让他们吃 他肯定不吃 但是如果药盒上写着天皇温馨提醒 那这帮犊子一定会按时吃药的 所以老麦克觉得 光把这些日本人喂饱起不到根本的作用 他们心中的信仰是天皇 万一哪天这些人吃饱了 天皇一声令下 日本人当场翻脸不认账了怎么办 所以想彻底制服这帮没人性的小鬼子 就必须要把日本天皇拿捏住 曾经老美国内有人提议 将天皇押上军事法庭处决 老麦克一听急了 赶忙丢下一句 建民国子侠毒药 你别跟我来这一套啊 你是不想让我活了 把天皇杀了 你们就要再给我一百万人 估计也拿不下日本 而他在刚到东京时 同僚们就提议 让他把天皇叫来训话 老麦克笑了笑说 你们这是毒气烟防批 怎么想的啊 天皇在日本人心中拿是赏底 把他们的神骂了 只帮小日本肯定会拼命啊 结果没几天 日本天皇还真给老麦克打了电话 两人很友好的见了一面 愚人天皇知道自己没被压上军事法庭 老麦克在中间帮了不少忙啊 于是对他毕恭毕敬 老麦克发现 这家伙跟自己说话这么紧张 所以很体贴的把在场的美军都给赶了出去 只留下一位翻译 此时的老麦克也是北极熊玩立正 相当直白啊 直接草拟了一份神间宣言 要让日本天皇走下神坛 因为老麦克心里清楚 钻住了日本天皇 就等于钻住了日本的所有命脉 而且就连现在的日本宪法 都是老麦克通过天皇的面子 找了几个美国小青年写的 老麦克这手打了巴掌又给唐的策略 深深折服了没心没肺的日本人 到1951年老麦克离开日本时 足足有上百万人为他送行 日本民众都哭成了一片呢 把占领者当成了救世主 在世界史上也算是一个奇观了